各位同仁各位同学 国父孙东山先生 毕生领导国民革命 推翻满清 创建民国 到今天已经112年了 回想当时的中国 满清政府贪污腐败 积弱不振 饱受列强侵略 从1842年 也就是清道光22年 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以来 中国被迫跟50多个国家 签订了100多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培馆 藏权入国 而当时中国社会贫富悬殊 文盲处处 法治不商不张 社会发展落后 人民无力反抗 国势围如雷软 国家看不到希望 信赖国父 1894年 也就是清光旭20年 在美国弹香山成立新中会 登高一呼 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合纵政府的建国理想 号召海内外自视人人 共襄大业 历经革命宣炼 十次的流血革命 终于在18年后的1911年 也就是清宣统三年 推翻满清 终结中国4000多年的君主专政 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国父对中国史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 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 让中国走向富强康乐的开始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今天当年国父念之在之的多项建国主张 都已经分别在台湾与大陆实现 这对于两岸人民与后代子孙的生活与福祉 自为重要 民国14年 也就是1925年 3月12日 国父逝世 他的遗言 要求国人要和平 奋斗救中国 98年后的今天 我们马英九基金会 数十位同仁与同学 从台湾来到南京中山林 国父的领寝前致祭 我们提出的主张是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 把中山先生当年的遗言 也涵盖在内 圣判两岸共同努力 追求和平 避免战争 致力振兴中华 这是两岸中国人 不可回避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 谢谢大家